日本农民是如何种田的 现代微耕技术加传统农耕技术不得不服 虽说日本的农天基本都是在山区 而且小块地居多 但是他们种田用到现代微耕技术 种田就显得十分轻松 微耕技术已深入到农业的方方面面 先来看看他们种菜的场景 一个人一台秧苗移栽机 就能实现轻松高效种菜 根本不需要弯腰 在蔬菜日常管理方面 像搭棚附膜收膜根本不需要员工 微耕机来帮忙搞定 收菜同样轻松高效 各种各样的收割机 应用在不同的蔬菜收割上面 有包菜收割机 胡萝卜收割机 大葱收割机等等 在水稻种植收割方面 微耕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播种移栽农天管理收割等 所有环节都用到微耕机 日本现代微耕技术在农业松散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了双手 提高了生产效率 除了重视现代微耕技术之外 日本还十分注重效果好的传统龙耕技术 比如对于龙作物节感的处理 它们采用的就是传统的焚烧方式 焚烧过后留下来的草木灰 则进行还田 在比如稻谷加工过后留下来的稻荷 它们依旧采用的是传统方式 将烟筒埋在稻荷中间 点燃烟筒里面的柴火 使稻荷慢慢的燃烧最后得到碳化的有机肥 这样的传统龙耕方式不仅能增加农田的肥力 而且还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 从这个案例中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思考 第一不要总是说山区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 看看日本 它们在山区照样能实现农业机械化 日本的微耕技术非常适合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 第二在重视现代化农业的今天 日本农民永远没有忘记 那些对农业生产非常有用的传统农耕技术 它们依旧在使用焚烧节感和稻荷的方式制作有机肥 而我们的农民却在大量使用化肥种地 这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面全球农业的新技术 新模式